这是一台不堪大用的迷你小主机 但是它有一个奇妙的特点 来给大家看一眼 它虽然是N200的处理器 但是却把仅有的9条PCIe通道 拆分成了6个NVME 加上一个M.2的无线网卡 于是老张想起了曾经那个失败的试验 就是N100这种嵌入式处理器 如果外接牛的外置显卡 能不能畅玩3A游戏 今天咱们来做一个update 千元的N200 看看能不能拓展出来PCIe外接的显卡 上一次老张实验失败 说的是因为N100的PCIe是在南桥芯片里 很多老伙计指出了说 南桥芯片里的GPU怎么就不能驱动 咱们今天来看看能够打谁的脸 咱们不开玩笑 咱们需要准备的就是一个NVME 转成PCIe的转接器 为了保证老张这边不出瓶颈 所以我们准备的是超规格的PCIe4.0 转PCIe4.0 而这个机器最多的这个通道 是它的4号通道 两叉的通道 整齐 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玩的这个显卡 是现在最新的1080P甜品卡 技嘉什么不知道型号 看起来就是个平平无奇的5060 但事实上这是一块5060Ti 16GB的显存版本 咱们今天用它来骑个狗 它是PCIe5.0乘以8X的 用在这简直就浪费透顶了 一切准备就绪不能热插吧 所以我们得先把显卡电源打开 开机 小风扇转起来 然后就看能不能亮了啊 牛皮 这我已经无法解释了啊 那老张是不是第一个用N系列处理器 这种迷你小主机 骑了一个外接显卡的人啊 不好说耶 我塞 RTX5060Ti自动识别 4K60赫兹直接推起来 RTX5060Ti 它自动还会把它的极显给屏蔽掉啊 所以它是16GB显存 是纯5060Ti的 5060Ti 4608个Shader 它原始的设计是PCIe5.0乘8 加上GPU的负载 走起 跑满是PCIe3.0乘2 总之就是有点浪费咱的显卡 然后我好奇了啊 赛博朋克2077能不能流畅运行 你们会说说 说这个CPU用来跑这个3A大作 是不是有点太离谱了 其实并不是特别离谱 我把两组参数打在屏幕上 这个处理器的基本参数 跟英特尔的八代的8100T 也是曾经特别热门的 入门级玩游戏的处理器 参数几乎是一模一样 它还支持睿频技术 8100T不支持睿频技术 咱们首先作死试验啊 3840就是4KDLSS真生成关闭 光线追踪低 这其实已经是一个 注赫非常重的一个方案了 我们直接来运行测试 走起 这应该是显存带宽爆掉 或者是CPU太弱了 OK最终成绩29.28 这个基本不能玩状态 数据很好看 体验很垃圾 好了52.83帧 52.83帧 哇塞卡的 屏幕都开始蹦起来了 好了好了 不给大家这丢人现眼了 最后生还者2 重制版 4K真生成 DLSS关闭状态 预设画质高 这个游戏没有光追啊 这也是一个GPU杀手级的用用 90帧 所以可能恰恰这个游戏 对显存和显存带宽 和CPU延迟的要求比较低 所以有点意思啊 我们把动画跳过 给大家玩一小会儿 OK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游戏 大家看 不算卡吧 我们摄影师来评价 还可以是吧 70多帧 4K点对点 显示的很流畅 但事实上的体验就差了很多 但是至少 你要非要能玩 你不怕晕 能玩 挺离谱 挺好玩 全程你看 都在60帧以上 所以它的low帧应该很低 我猜 把它拖累了 今天的实验 用实际证明了 跑分有多牛逼 和体验有多糟糕 没有任何的联系 所以大家说 N200这样的低端入门 嵌入式处理器 加上一个牛逼的显卡 能不能玩游戏 大家自己在评论区 给其他老伙计们 下个结论吧 你说它有这么多 NVME的插槽 咱们要再插几块显卡 会不会把它给搞懵逼呢 来来来 咱们再来找一块 一怼 显卡1 显卡2 还有个内置的GPU 走起 那是5060Ti 加4060Ti 明场面 又亮了起来 已安装多个GPU 32G显存 也就是我的双16G显存 全部识别 4060Ti 5060Ti 它不适合玩游戏 挺适合玩这个本地AI的呀 这种小破处理器 本地AI不需要处理器吗 所以这种小破处理器 加上一堆显卡 好玩极了 然后再用 都筑换 冰箱 都筑换 都筑换